所以无名的意思 无名本身称他为至爱 当这个无名起了妄念的时候 最后呢 根本至不生 没有根本至 你也没有办法起厚德至 厚德至就是我讲的 对应众生 我给他不同的一个 救度的方法 所以能让世间自然业至 自然业至叫做厚德至 无名会带动再说一遍 无名妄想心 跟真如是无始结以来 同时间存在 没有先后之别 就像金矿里面 黄金跟其他的杂矿 是同时存在的 这个我们能理解吧 所以那依者无名不了解 法界易如 世间万法都新鲜事变 他一念不觉 他动了念了 动了念的时候 在本来无一物的 这个本觉心里面 他就起了无名夜象 一念不觉嘛 然后依者这个无名夜象 他就开始有了所谓的见相 境界相 三系的后二系 然后有后面的六出 然后有这些的六染心的时候 就让我本有的妙智慧 不能展发于外 障根本智 所以谈起来 说起来是 六染心在障根本智 就其实如果没有无名的妄心 会有六染心吗 不会 无名妄心的妈 不是 六染心的妈妈就是无名啊 所以才讲无名障什么 无名称为自爱 他障什么 障这个根本智 你障了根本智以后 你就不能起大用 所以后德智的用 就不能显发出来了 所以就同时说 也能障世间自然业智 那个叫做后德智 后德智是我们过去学 叫做全智 叫做量智 量智就是 佛菩萨量根是道 关机斗教了 一众生的根气不一样 投以合适他的一个药方 而后德智 他的一个所谓的显发 一定列在根本智之后 所以从这一段话 再一次的告诉我们 我没有灭无名 我没有改息性画秉性 我有没有根本智 我没有 我没有根本智 我能够去外面度人吗 没有办法 所以你各教的经典都告诉我们 你要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你必然先自立 你那一身功夫要圆明了 你才有外王功夫的一个水道去成 但你也不要错解 等我完全修成佛了 我再来去度人 不是这样子 在我们学的过程里面 一切的外境让我们承担的责任 都是来加重我们学习的速度 还有强度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力士练习 既然在学习 我们的一切的方法 未必完完全全是正确的 所以你抱持着自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就不会骄傲 就不会供高我慢 面对别人给我们指证 我们乐于接受 面对自己有不懂的地方 我乐于再一次的深入进藏 去开启自己的智慧 所以没有内圣 你成就不了外王 可是要透过外王的一个相辅相成 才能够让内圣 很迅速的水道取成 所以易经讲 原恒力争 原本是通达无碍 利益外面一切 力争是内在自己 自己要先修好 自己修好你才能够行外王功夫 所以各教经典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没有办到 我只有修到 这个利论点成立吗 他是错误的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的种下去 对于你的未来生 你不会走冤枉路啊 你修了五十年六十年 你发觉你的路错了 方法错了 自己错也害到别人错了 你不懊恼吗 你没有走到旁门走道去 一个观念的错误 理念的不健全 他误极也误人 先明白了吧 佛陀的百本般若经 透过马明菩萨的集结 你读了这一本 就等同读了什么 读了一百本的般若经 所以这个利论是不会错的 所以以根本字为体 内圣原名了 这个根本字现前 他带动了后德字 后德字是道种字 根本字是一切字 这两者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叫做一切种字 那个叫做佛的智慧 所以所有的修行 都从先改变自己开始 把我们的那个坚固 我值的习性跟秉性 实实情服事啊 不要加重文明的染灼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